我们来看一下2021年一整年下来 能源价格的上涨 在石油的部分大概都涨幅50% 分别是52.08%跟46.99% 这是美国现在很多美国人所感受到的通货膨胀 在天然气的部分 就是欧洲的部分大涨了多少 大涨了374.86% 这个图我要帮大家做一个很重要的国际政治的分析 从石油的价格来讲 其实美国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么高的石油价格 它大概造成美国的通膨里头占了一半以上 现在美国人的CPI的感受力 但是呢 美国已经退出了中东 我们刚刚前面报道了阿富汗 以及沙尔地阿拉伯 我们前面报道的在前一个礼拜谈到了 在整个中东地区里头 大概都知道美国弃手中东的基本意图 加上美国自己开采印尤其成功 从美国自身的利益来讲 美国在石油上头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就是竞争的对手 所以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过去简称叫OPAC 是1971年到1972年正式成立的 也在那一年 他们决定把石油的价格 从一桶两块钱美元 涨到12块钱美元 而美国一直对于这个OPAC 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里头 最重要的核心国家 沙尔地阿拉伯 等于是有直接的控制权 但现在叫OPAC加谁呢 加俄罗斯 他们整体来讲很清楚地知道 美国的影响尤其就是我的敌人 所以当美国面对通膨 Joe Biden透过过去的外交努力 一直希望他们可以增产 OPAC不理他 OPAC到11月的时候 他的减产的履业率 还升至117% 表明他现在产出继续低于他的目标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就是让你美国通膨 让你美国本身呢 在这个时刻石油价格大幅地上涨 而这个大幅地上涨 对石油国家是有利的 因为石油国家曾经和美国打过价格战 结果大败 现在他反扑 而打的不是价格战 就是让你进行通膨战 而在天然气的部分 主要的是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 而欧洲主要的天然气很大的来源 除了来自于其他的北海还有其他地区之外 是来自于俄罗斯 但这个地方因为今年跟去年都特别的冷 所以导致天然气大涨了374.86% 去年特别的冷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呢 整个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冲突 只会指天然气的价格越来越上涨 而我们看到的 美国对于乌克兰事务的积极介入是为了别的理由吗 我们看到的是 络绎不绝 美国异化天然气的船 一直开往欧洲 其实某个程度 美国希望欧洲买美国的异化天然气 可是美国的异化天然气的价格 远比俄罗斯透过直接的输出管 卖到德国来要昂贵太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全世界其实每个国家 讲来讲去很多呢 看起来是这个战 那个战 人权战 什么清恶战 清欧战 说起来都是一个商战跟钱有关的事情 谢谢你说看今天文献的世界之霸 文献的世界 财经之霸 文献的世界之霸